第四局上半场约莱河公园 虾哥选出了他的小提琴 这一套阵容虾哥搬掉两个修机位 一个冒险家 一个机械师 从这个班位来看 就是要打一个手里流监管者 那么雕刻家跟小提琴都有可能 但是他好像更加的偏向小提琴 这把的话看他带闪现还是传送的 张狂挽留的天赋应该不会变了 我觉得他可能会带一个传送 因为又有入恋师又有祭司 飞仙流不带传送好像处理不了 万一你被两者一个当中打断你一轮节奏 这节奏就很差了 再加上这两个人要是联手 就是断一波大节奏 传送的可能性很高 应该是一个张狂挽留传送小提琴 看一下果然 那么看他的一个刷点 往哪个方向走 唐哥蓝色 在地图的另一半 看这边一个祭司一个入恋师 找到的是阿东的祭司 俩洞祭司 看见足迹 追 抗性的话是点了的 但是他没有点困兽 他点的是一个脆火 抓祭司嘛 总感觉亏亏的 但是你不抓祭司 其实也没什么人好抓了 先一根弦这边洞打了 跟动过去第一个技能 等于说是对吧 换了一个洞 一个技能换一个不转 第二根弦 这边不会忙拉吧 他的一个两动点的弦 还是打得非常熟练的 看看这一把能不能打出这个效果来了 身位上面拉近了 祭司还有一个洞 然后还能蓄出一个洞 从这边先拉弦来防你的一个下板 再拉再拉 哎哎 拉漂亮 难道要一刀倒地 我去 这个真的是心理博弈 阿东这边走位各种躲 没躲掉 然后在一个空地当中 直接一弦一刀倒地 本来两动祭司 其实还有牵制的空间 但是由于这根弦的命中率非常高 打中了 那么前期到前期抓人 这个整个节奏偏向于一个宝瓶真胜 需要队友一波非常好的救人 在卡半救下来才行 卡死救 卡死救有传送 然后代反打一波双脑 就是虾哥宝瓶真胜了 现在是一个能保下平局 然后能不能真胜的还得往后看 一旦这波如果再能打一个双脑的话 这个真胜的面就很高了 这里是各种交音符干扰回忆 好拦住拦住 前锋这边应该是看着不救了 这个祭司一波都不救 也可以 因为这个祭司 他其实身处的一个位置的话 不太好来二六 旁边没有什么太舒服的交互点 这里开了一下前锋那个位置 知道守护人打这个一个方向 知道这守护人就要过去救也来不及了 守护人这边管自己修机 追前锋满球前锋 电击虽然说还有两台半吧 但是这个 刚想说但是这个前锋满球 没那么好抓呢 这边开始减速减速 前锋拉一波球 拉多少 拉多少 拉了一半多 下一根弦 技能CD已经好了 幸好我刚刚那句话没讲完 要不然又是一个顺发 感觉我开二阶了 对吧 前锋应该是想要去开车 但是这边有一根鞋 也不是特别好弄 前锋拉球 拉球 但是这边的鞋 还行 再捡你一轮输 前锋倒地 两台电机干扰不到 两个人离得比较远 但是电机不够 你要安排一个人来救的话 电机就不够 你要不救呢 这个前锋势必 也就是修完一台电机再过来的话 这个前锋势必是要过半的 虾哥 这个小提琴可以 真的 他这个小提琴打的确实蛮扎实的 就看上去不飘 好 这边是交情弦来干扰回忆修机 然后这边还能够干扰 打出来 有弦 弦拉一波传送 这个人都救不了了 看这个弦 这个弦要看走位了 蓝色的走位 能不能躲掉 先往前一放 第二根点 先打你 然后传送 人过半了 传送到脸上 人过半 然后开始摇音符 捡你速 捡你速 这边弦 描 拉 没拉中 但是有无穷洞 无穷洞一开 没有开出去 那这里要贴过去了 电机不够 电机不够 这边是可以贴着防守的 这一波救人 要是能救得下来 那蓝色这把就帅了 但是很难 看着你的 你出来我就打 这边 弦拉 真给救了 为什么要拉弦呢 你看电机又没有压 好 你等他出来打一刀 不行吗 这样的话 因为他没有传送 如果刚才那一波 什么人救不下来 我觉得是一个4 现在的话 感觉是一个保3 但是不一定能征4了 他其实没有必要拉弦的 就看清楚 然后出来以后 直接打就好了 这跟我多难 我说他能救下来就帅了 又不是说 我说他救不下来 对不对 那还是虾哥这一波防守 稍微感觉 给了一点点机会 这样的话 那边两台修 50%多的电机 电机能点亮了 本身的话 这电机点不开的 或者说本身的话 这边守木人 给他挂上以后 再去找热炼师 都可以 现在的话 不好说 不好说 三台电机 守的话 这电机感觉守不住了 应该是一个偏3 然后有机会能追4 因为他传送是好的 这边判断一个点位 耳鸣消了 看见人 好 这边交音符 地窖是在这边 地窖就在这里 入炼师的灵鹫放哪里 我们刚才没有给到我们镜头 目前不是很清楚 守木人现在没有任何的道具 如果将入炼师击倒船送去找守木人 这入炼师自己教自己 或者直接教入炼的话 我觉得也是有机会能跑一个的 因为入炼师这个点的话 打到现在开门战 已经感觉已经有点处理不掉了 再绕再绕再绕 无穷洞开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 就传送过去把这边的守木人给击倒了 因为守木人击倒 他是没有任何的 就跑的可能性 这入炼师击倒了 那说不定还有一点点 对吧 其他的说法 这边回忆 牵制的不错 板子先给你破了 这边守木人各种防 各种防防你传送 一根弦打住 守木人的门应该要开了 那这里就是死流入炼师 死流入炼师 入炼师往地窖口冲 能不能冲过去 反向一个无穷洞 回忆再躲 哇 这把回忆还得牵制吗 还能牵制 闲闲闲 哎 拉 这里反正倒了 我感觉他可能会直接入炼啊 往地窖口冲了 往地窖口冲了 但是这刀还是要倒 一刀倒地 怎么说 直接入炼 灵鹿在哪里 守木人还在等 还在等 还在交流 还在交流 这个位置有传送 有传送 除非是丢失 也找不到这个人 挽留是已经结束了 守木人难道想要帮忙来扛刀吗 开车 如果能过河 能跳地窖 冲门的话 这边有传送 这 哎 传 不传 不传屏了 这 这 哇 下哥没传 他可能没看清楚啊 这给平局了 啊 下哥 下 Kings 下 Autob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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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